去欧洲旅行 不知道从哪开始 欧洲这五个最美国家 让你玩个够 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吗 第五名挪威 一生必须去看一次的 挪威北冰洋极光 而挪威不仅于此 令人震撼的恶魔之蛇 远离沉潇的北极圈渔村 壮美的峡湾 去一次可远远不够 第四名希腊 无论是帕特农神庙 跨越四千年的古代遗址 麦泰奥拉修道院 还是米克诺斯岛 或者圣托里尼 来到这里 都不可能对希腊的吸引力 不动于衷 第三名法国 从全球游客访问量 最大的城市巴黎开始 很少有城市 可以与巴黎相提并论 但是也别忘了 法国还有其他 非常有趣的城市 如布尔多 梁 图卢兹 或者斯特拉斯堡 第二名意大利 除了富有盛名的意大利面 咖啡 葡萄酒 在意大利还有不少 无与伦比的去处 罗马 雷尼斯 佛罗伦萨 米兰 拿破里 维罗纳 这些无与伦比的城市风貌 构成了五彩平分的意大利 第一名 西班牙 根据 Lostraveros 统战 进行的调查评选 西班牙被评为 欧洲最美的国家 美食 美景 美女 好天气 这可不是西班牙人自吹 而是西班牙 真的要什么就有什么 西班牙世界遗产 就有44个 从巴赛罗纳 到格拉纳达 从圣家堂到阿尔汗布拉宫 这里同样有着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设计 如果你喜欢海滩 就去马略卡岛 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海滩 想看火山景观 加拿利绝对让你情有独钟 一年四季的好天气 什么时间去都刚刚好 在欧洲选择最美丽的国家旅行 真的不容易 如果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择哪里呢